很多的臭本买了这种垂丝墨的小苗不会养 老师问怎么样养成这种 不改的像个树一样 怎么样让它挖在好看 首先我跟大夫说 这个小苗先暂时不着急 到了咱们家之后 第一点说光照 就像这种光 闪光就完全OK了 有的话说我怎么盼 你用皮肤去感受 你就觉得这个光照 说服 拔似的 这个就OK了 有的话说老花一 我感受不出来 那你就找隔壁小媳妇 那个脸皮薄的皮肤薄的 让它给你感受 明白了吗 光照就喜欢那种 人晒得舒服而不强的光照 第二个是呢 就是浇水 你像我一直跟华人说 你不论是任何植物 你就干了再浇 为啥呢 植物在掠干的时候 它才会长根 而且根系是往下长 找有水的地方 你只有排水 水流逝的时候 植物就着急了 我得抓住它 它就开始长根 甩甩嘟噜噜噜 干了再浇 不干不浇 怎么判断 用手去摸去感受 盆土干了咱就浇 你不干咱就先不浇 明白了吗 用土的话呢 你像老花衣呢 一般都是用的 老花衣的一个通用配方土 也就是松软透气的 花耳门也可以用 松针椰康炒炭这些 一定要保证 无菌无虫卵 排水透气要挖晒的 它怕冷 你要最低气温 如果说低于10度 陆陆续续的 就会有黑叶子 低于5度 就有冻伤或者冻嘎的风险了 你一定要盖它 它怕冷 那夏季高温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这样 光照很强 也会导致不化晒 肥料的话呢 大家选择通用型的就OK了 有的话让它开花 开花时期呢 你就可以适当的 补一丢丢的磷酸性价 那么呢 接下来就教给大家 你正确的养护之后 如何变成这么高的 首先第一点高度啊 你看现在让它长 长到一定高度之后 大概有这么高 你看大概长到这么高呢 我们就会进行二次换盆 换到略大一号的盆里边 之后干嘛呢 把下面的这种小牙子 给它抹掉 这种抹掉 抹掉之后呢 如果说你就想让它 长这么高 就掐头 如果说你想让它 长得更高 那你抹掉之后 它也会长得更快 那这就是第三次 换盆的一个成效了 大概周期时间的话 不到一年的时间 你像等到再下一步的时候 也就是这种了 它会不断地生这种侧牙 大家可以不断地 去给它摸平 去给它剪掉 这样的话 就会出来一个单独的杆杆 可以养成树状的棒棒肠 养成这种树的形状的 教给了大家 关键的一点 是如何让它吹花 吹花的话呢 你记住它是短日照 很多花友理解不了 也就是每天 别超过八个小时的光照 有八个小时就足够了 其余的时间 尽量的连灯光都没有 那才好呢 就伸手不见五指会更好 它类似于长树花的一个感觉 对光比较敏感 所以说花友你一定也要盖它这个点 好吧 总的来说呢 很全面的去交给了大家 另外呢 就是这种剪下来的 可以随便去牵擦 随便去玩 存活率都很高的 觉得不错 记得点关注啊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整一 咱们下期再见 白了吃吧 嗨 嘿嘿 嘿嘿 咱们下期再见